好 今天新闻的焦点先来看到这个大学生啊 同学们到底在想什么啊 大学的校园发生了惊悚的叠血案 这是新北市东南科技大学发生的 学弟在学校餐厅跟同学呛三字巾还打架 学长出面来劝架反而被捅了一刀一度命违 行凶的学弟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呢 甚至还上脸书跟女性的友人在那边调情 中午用餐时间餐厅外的福利社发生可怕的 持刀伤人事件 募集同学用手机拍下惊悚一瞬间 听到他们已经在对骂了 然后那个人就躺在地上啊 起码腰腹腹都有中一刀啊 因为很害怕 当然怕因为他杀了一个人 警方调查发现证明留着短发造型前卫的男同学 孟凡在餐厅跟另一派人马互看不顺眼起了冲突 原本伤者吴明星站在后方没参与争执 但发现两方大打出手出免炫驾 却遭到孟凡拿出预藏的皮带刀猛刺三刀 大量失血一度命违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犯案后孟凡被带回警局作笔录 却还趁着空档上脸书跟女性友人调情 对方担心他发文说来不及了我只能祈祷 孟凡回应还po上两人合照安慰 女方叫他笑一个啦 说如果你再哭我能交保也不找你了 似乎对于犯刑不以为意 嫌犯共称两人都是气管系的学生 但彼此不认识 携带皮带刀只是防身没伤人意图 而其实皮带刀不属于管制品 购买容易 外形跟皮带横向不易察觉 加上校园是开放空间 无法强制安检成为隐忧 吴同学好心劝架却无辜被砍伤 这场校园叠血失声暴受惊魂 记者综合报道